风月女神陈宝莲的陨落时,一生坎坷,痴情半生,最终走上绝路。 大家好,这里是洞见人物。 2002年,年姐29岁的燕星陈宝莲从上海的一座高楼一跃而下,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。 她离世的时候,她的儿子黄一才刚满月,而从24楼跳下的她,痴情半生却一生都被嫌弃。 被港媒称为香港四大巅王之一的陈宝莲,野火坟屋,大闹机场,未婚先孕,她短暂的一生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。 陈宝莲出生于1973年,她是家中独女,父母给她取名照镜,希望她一生都平平静静。 刚开始她的生活过得幸福美满,可惜一切都在她四岁那年改变了,这一年她的父母离异,由于工作原因, 她的母亲让她跟着外婆生活,跟随母姓的她在这之后,把名字改为了陈宝莲。 陈宝莲的外婆叫汪一,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,同时还是老上海时期的知名演员。 对于陈宝莲来说,她童年时期是过得非常幸福的,外婆特别疼爱她,她在外婆家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, 直到她12岁的时候,这一切都被母亲的到来给打破了。 1985年,陈宝莲豪赌的母亲欠下了一批雇债,她自己无力偿还,看到女儿出落得水淋淋的,她便打起了女儿的主意。 她对陈宝莲的外婆说,要将陈宝莲接到香港生活,将陈宝莲带到香港后, 陈母先是细心照顾了陈宝莲三年,让陈宝莲感受到她的母爱后,陈宝莲的噩梦也随之开始。 在陈宝莲15岁的时候,陈母因为赌债缠身经常发闷气,天天拿陈宝莲出气, 在她看来,陈宝莲完全是个脱油瓶。 想着这个女儿不能白养,她就让姿色不错的陈宝莲出去当模特, 后来为了挣快钱,她甚至直接安排女儿去拍摄一些香烟照片。 那时候,陈宝莲白天要到处拍照挣钱,晚上还要到夜总会做兼职, 年仅15岁的她,在默默经历着本部属于这个年纪的压力。 陈母可不管这些,为了从陈宝莲身上压榨到更多钱, 她看到那几年香港选秀比赛正兴起,就让陈宝莲报名参加了亚洲小姐选美比赛。 天生丽质的陈宝莲虽然出身普通,可她依然在选秀舞台上大放异彩, 得到了许多人关注。 可惜,那一届的选手实在太过耀眼,陈宝莲还没记录决赛就被淘汰了。 看到陈宝莲没能取得好的成绩,脑瓜转得飞快的陈母听人说拍风月片可以挣钱, 她立马为陈宝莲接下了十部风月片的片约。 对此,陈宝莲并不知情,直到快要开拍的时候,母亲才告诉她。 尽管很多女星都是这样出道的,可对于当时十多岁的陈宝莲来说, 她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。 奈何她当时受到母亲的约束和管教,加上不拍的话, 她要赔偿很多钱,没办法,她只能被迫无奈去拍摄。 从1991年开始,陈宝莲陆续拍摄了大量风月片, 尽管走的路线并不光彩,但她还是凭借这些作品活了起来, 在香港娱乐圈闯出了名声。 在她人气最高涨的时候,她一度和叶紫莲、叶玉清、舒淇等女星被称为风月片女神。 而相比陈宝莲来说,其实更开心的是陈母, 因为女儿发展得越好说明她赚得越多。 当时,整日待在片场拍片的陈宝莲,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路该往拿走, 直到1993年,她遇到了让自己痴情半生,却被嫌弃的男人。 1993年,人气高涨的陈宝莲引起了台湾富商的注意, 尽管陈宝莲当时风平不好,但黄任忠还是对她一往情深, 她也想体验一下陈宝莲的魅力。 黄任忠是台湾富豪圈有名的花花公子。 人丑贤多的她,曾是有名的股票大王, 在她发展的最好的巅峰时期,她的身家高达数百亿。 除了爱钱以外,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女人,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,女人是她的动力, 没有女人连饭都吃不下。 和陈宝莲在一起之前,黄任忠就已经开设了一个后宫, 为了尽享欢乐之事, 她甚至在自己的豪宅里布置了一张能同时容纳九个人的大床, 陈宝莲就体验过。 为了追求陈宝莲,黄任忠和之前一样拼命拿钱去砸, 什么豪车,包包,珠宝之类的, 她眼睛都不眨一下,说送就送。 可对于陈宝莲来说,她从小到大最缺的是什么? 她从小失去父亲,好不容易在外婆那里感受到温暖, 却又被母亲一手毁掉, 之后一直陷在母亲对她的压榨中。 她缺的是爱,无论是出于亲情还是爱情, 这都是她最需要的东西。 对于黄任忠只会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的追求, 陈宝莲压根就不放到心里去, 她反而和花心大嫂莫绍缠绵到了一块。 可谁曾想莫绍聪当时已经有女朋友, 她接近陈宝莲只不过是为了刺激罢了, 因此两人犹如蜻蜓点水一样,很快就散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黄任忠眼见有了机会, 她立马在陈宝莲最需要安慰的时候趁虚而入, 为了让陈宝莲感受到自己的真心, 她专门用直升机将陈宝莲从片场接到香港散心。 除此之外, 她知道陈宝莲早就厌倦了拍摄风月片的生活, 她还对陈宝莲许诺, 我会让你摆脱艳星称号, 成为真正的好演员。 面对金钱, 生活和事业上的诱惑, 试问有谁能抵抗得住? 陈宝莲很快就沦陷了。 为了应对外界的关注, 两人还将彼此的关系美其名约为干爹和干女儿。 将陈宝莲收入后宫后, 黄任忠也没有食言, 他开始运用自己的人脉和资产去为陈宝莲铺路, 让陈宝莲出演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。 1994年, 在《干爹黄任忠》的牵线搭桥下, 陈宝莲和《红的发子》的星爷合作了《国产007》这部影片, 后来又和陈小春合作了《夜班两点钟》, 发展前景一片光明。 就在她的事业步入正轨时, 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的丑闻。 1996年, 和干爹打得火热的陈宝莲突然住进了医院, 媒体称她是因为私生活问题出现了身体问题, 有关于她的诋毁铺天盖地般的涌来。 后来我们才知道, 其实陈宝莲当时是子宫长水炮, 在调养了半年时间后已经彻底痊愈, 可在《见风就是雨》的媒体看来, 陈宝莲就是因为私生活问题才住院的。 因此, 尽管陈宝莲出院后, 重新回到了娱乐圈发展, 但她的口碑却越来越差。 为了让陈宝莲走出大众舆论给她带来的困扰, 黄任忠安排她出国留学深造, 想让陈宝莲变得更优秀。 可惜的是, 玩心特别重的陈宝莲拿着她的钱到处游玩, 至于留学深造, 陈宝莲是想都没想过。 相反的是, 为了能霸占黄任忠的爱, 她经常在家里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, 她还常常仗着黄任忠的疼爱, 打骂黄任忠后宫里的其他女人。 刚开始, 黄任忠还会疼她呵护她, 可久而久之, 黄任忠就烦了, 加上她本身就是一个花花公子, 陈宝莲对于她来说多一个不多。 当黄任忠失去新鲜感后, 陈宝莲被抛弃了。 无法接受被干爹抛弃的陈宝莲, 从这开始了自暴自弃之路。 光是1998年这一年时间里, 陈宝莲就先后被媒体曝光, 杨小巨, 割手腕, 殴打外国女人等等的消息。 为了挽回黄任忠, 她还跑到黄任忠的住所大哭大闹, 撒泼打滚, 甚至以死相邪, 可惜都没得到对方的怜悯。 在这之后, 陈宝莲陆续被曝光用枕头引火照明, 导致坟屋, 大闹机场等等的消息, 堕落的她, 将一手好牌打成了稀烂。 在她为爱吃狂的那段时间里, 她一度和洪朝风, 蔡丰华, 蓝结英他们被称为香港四大天王。 你以为她那时候做出的疯狂行为仅仅于此吗? 那你就错了, 陈宝莲当时的感情更加混乱, 被干爹黄任忠抛弃后, 和她交往过的男友一度沉迷。 2002年2月, 有媒体曝光陈宝莲怀孕的消息, 这个消息还没被证实, 6月她在泰国旅行途中就生下了儿子。 对于这个孩子, 很多人猜测是她干爹的, 但遭到了否认, 后来我们才知道, 这是陈宝莲当时交往过的一位男友的。 而陈宝莲生下孩子的时候, 她正在谈另一段感情, 也就是说, 现男友不是孩子的爸爸。 生下孩子后, 一向疯疯癫癫的陈宝莲难得地在镜头面前和孩子合了照。 这不仅是她和孩子的唯一合影, 更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。 同年7月31日, 产后抑郁的陈宝莲写下了一纸一书后, 从上海静安区的24楼公寓高楼中跳下, 结束了她充满挫折的一生。 远在台湾的黄刃中得知此事后, 她感到后悔莫及, 尤其是知道陈宝莲遗书中写到宝莲去了, 临死一直爱她这句话后, 她瞬间泪流满面。 两年后, 当黄刃中躺在病床上弥留之时, 她依然对陈宝莲的深情念念不忘。 陈宝莲死后, 华语乐坛天后王妃的经纪人邱黎宽, 收养了陈宝莲的儿子, 取名为邱黄一。 如今邱黄一已经19岁, 长大成人的她不仅心疼母亲当年的凄惨遭遇, 她也感恩邱黎宽对她的抚养, 在她看来, 其实邱黎宽和亲生母亲没啥两样。 高大帅气的她, 生活中非常喜欢打篮球, 据说她还有一计入娱乐圈发展, 如果是真的, 相信在养母邱黎宽的帮助下, 她一定能发展得很好。 从陈宝莲的医生来看, 正如她遗书中所说的一样, 医生都被嫌弃的她, 渴望亲情和爱情, 结果两者都落空了。 加上母亲长期以来的压榨和干爹对她的抛弃, 亲情和爱情上都饱受折磨的她, 才在19年前抛下满月儿子从24楼跳下。 都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, 但从陈宝莲的医生来看, 我们更多的只有叹息。 这里是洞见人物,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, 欢迎留言,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, 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